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是这样的,有听开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飞天爷爷喜欢听快歌、跳舞歌 Annie没有留意广东歌 所以我告诉大家,喜欢听侄田应该很意外 不用意外,因为我真的没有听侄田 甚至对他有些莫名其妙 只知道他初出道时平地一声雷 很会唱歌、很会创作 后来看过他一篇访问 对唱片公司安排过多的商演有些微言 当中甚至有一些没有酬劳 后来就北上发展、雪山就山 消失了几年,突然之间回归 整件事,非天爷爷除了用莫名其妙形容 我真的不知道可以怎样了 近几年见到他有新歌推出 又有演唱会 直到今天才知道原来他已经搬到泰国定居了 为什么突然提到侄田的呢? 是因为今天看到有港媒有网民发工 什么大陆做不够又回来香港之类的小标题 感觉没大不了 但凡大陆发展的,几乎都被港媒追杀了 有趣的是今晚看娱乐新闻 看到吴若熙 原来他刚开了人生第一个演唱会 为什么没听过这个消息呢? 原来在大陆有趣有趣 很多年前香港未内战的时候 一般会形容 香港搬不够回大陆的 时而世逆 内战开始后 大陆搬不够回香港 到底香港容易搬 还是大陆容易搬 非天爷爷一直有一个很认命的看法 就当某些艺人在香港也好 在大陆也好 受欢迎程度都是一样 每一百个人就有一个会喜欢他 只是因为大陆人口多 有更多于一百个人 所以人数上有更多粉丝 级数和受欢迎程度从来没有变过 今天才第一次看到 原来侧田曾经说过 在北京当一个三线歌手 肯定给我现在赚的多十倍 我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人 觉得香港市场重要 所以我很容易理解到 在北京当一个三线歌手 肯定给我现在赚的多十倍 至于后面那句 非天爷爷同样只可用莫名其妙形容 因为没必要说 也最好不要说 谁知道他说了 真是自找麻烦 唯一解释是他受救香港传媒 所以说这番话 反击就是发脾气 N年前,林奕连转战台湾 非天爷爷又是很多年后 看到一篇文章 就指当年因为林奕连 同样受救香港传媒 一生气之下放下香港 专心攻台 我猜当年林奕连 没有说过 我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人 觉得香港市场重要 这类说话 真是那句 何必自找麻烦 我明白反TVB观众 为什么攻击TVB 但假如我是他们其中一份子 我会集中攻击TVB 而不会攻击看TVB的人 我会想办法令他们成为我的支持者 因为我知道要成功 就要吸纳更多的人明白我 从而支持我 就算不认同我 至少不会反我 你何时见过有店铺 用骂人作招来 你不来光顺的话 你走到看路 你觉得会有生意吗 我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人 觉得香港市场重要 不是每个人都肯花时间了解你 真的要小心处理 不过 侧田只是前菜 港媒要开刀的是一众不想发展 未来会回香港开演唱会的艺人 包括头号战把 楊千华和陈奕迅 香港乐坛有点起色 就回来脱水 是指一群后喜之首 这群后喜之首的粉丝 本身是楊千华、陈奕迅的粉丝 即是无关有没有起色的事 他们开演唱会 本身是歌迷自然支持 相对一群后喜之首 楊千华、陈奕迅都是前辈歌手 前辈歌手不可以开演唱会 这么多年 一直都有不同年代的前辈歌手 在乐坛有没有起色的情况下 都开演唱会 跟自己歌迷见面 他们根本不需要等乐坛有没有起色 都有本事赚自己歌迷的钱 不用想太多 回归香港开演唱会 可以因为疫情 留在香港 不如在香港开演唱会 因为疫情 在内地长期工作 都是时候跟香港乐迷见面 可以有很多原因 不关香港乐坛有没有起色的事 说到尾 是因为他们不想发展 有人要在香港断他们的迷路 或大财团有能力 垄断和操控某些艺人的工作 但没有能力 垄断和操控乐迷的喜好 我仍然只喜欢 我喜欢那些 打开门做生意 最好街上所有的路人 都是你的客人 偏偏在门口念那张 脚粗的就不要穿短裙 本来想光顾你 偏偏他真的是脚粗 又是穿短裙 他就躺着也要中枪 你赶走自己的客人 倒自己的米 又即是 TVB是老人台 观众是老人 TVB的观众 集体躺着也要中枪 你有没有才艺 都不关他们的事 但非天爷爷都没有资格 在这个话题中指指点点 虽然我也是躺着也中枪的 明知说TVB都一定中枪 偏偏我选择了这个话题 你说是否不懂得娶 题外话 最近好像来了一些新朋友 假如你听不明白 非天爷爷节目中某些话题 例如什么是小蜜蜂之类 可以来我的网站 我精算了几集是可以解答到你的 提提你今天开始 记得看非天爷爷youtube shot 有S的 嘶 嘶 喂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说的? 有 你给我另一个频道 是这样的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记得订阅喔 HELLO 我是非天爷爷 一个写小说写专栏的作者 喜欢画画 听歌 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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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剧 极度需要存在感 和金钱的车缸 如果大家喜欢我短片的话 不妨订阅我channel 然后按大这个链 下一次更新的话 就会通知你了 最好帮我share 出去介绍给你的朋友 我们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